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加想要对这屏幕面前的你们分享的也就是明天就是周信哲来马来西亚的演唱会 之前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刚刚好 因为就在我的最后一个考试当天的隔一天就是周信哲的马来西亚演唱会了 我知道我现在很兴奋但是我要先克制住因为我要先去洗个澡然后再继续和你们分享更多东西 刚刚一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的拿起这个脚架然后架起这个电话就开始录影了 我洗了个澡过后整个心更加的轻松了 虽然说我体会这种轻松的心情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的时候就是Semester 1结束的Send Break 然后我想要讲的是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影片里面说过我读大学过后所以我才没有时间拍影片 因为我自己只记得自己有讲过我要读大学了这件事而已 那为什么我讲读大学了过后就没有时间拍影片了 因为我不只是读大学 我是一个半工半读的大学生 然后大学里对我来说又有一些不同的新挑战 就比如说要做assignment group assignment individual assignment 然后平常的tutorial exercise 然后平常的课后练习 应该不是说练习应该是说温习 其实课后温习这件事已经过了三个Semester 我都其实没有100%或者说50%以上做到都没有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但是我也想到一件事情 我不可能每个Semester Break 我才拍影片的吗 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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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进了大学过后所有的东西都推翻了 进大学之前我所稍微有一点计划的一些事情 就好像记录我的大学生活 没有错的话就只是有一部影片 对就是一部影片 如果真正的涉及到大学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是只有一部影片而已 另外一部影片也是在读着书的时候拍的 但是那个是为了去做一些功课 那个叫什么 不是功课 为了做一个assignment 然后就去了马六甲 然后去马六甲 吃晚餐的时候就顺便拍了一个吃播 自己一个人的一个吃播 所以三个Semester我只有一部影片是关于到记录大学的 我当然知道我应该检讨啦 但是我检讨不出什么东西来 但是最近我又好像检讨出一些东西来了 虽然说我自己检讨了 但是我自己里面想的东西 还不能够整理出有理有条的句子出来和你们表达 这次的影片主要就是露个面交代一下我还活着 我真的还是很喜欢拍影片的 我要吐槽一下我自己 就算刚刚结束的那个Semester里面 其实它就有两个微电影可以拍 我自己也承认 我在那两个微电影的那个assignment里面 都没有做好 因为我需要顾及的东西比较多 我除了读大学还有读大学 除了读大学我还要上班 总之就是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我值得普通不是我有多特别 而是我的作息和普通的大学生不一样 要顾及的东西不只是读大学这件事而已 所以那两个assignment交上去之后 有一段时间我都在责怪自己 也没有到那么严重 但是就是会责怪自己 为什么当时候没有心要去做这个东西 明明自己就是一个喜欢拍影片的人 但是没有关系过去了就过去了 我也相信当时候的我虽然说需要顾及到比较多东西 但是我也相信我自己是用尽全力想要做好 那时候要做的东西了 而不是用找借口的方式去放弃尽力去做一件事情 我真的有好多好多东西想要分享 分享的方式 我又好想好想用对着镜头说话的方式去分享 所以希望我继续努力拍影片吧 好像最近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 明天周兴哲的演唱会 6月6号我就要进行一个小手术 是眼睛的手术 因为我的右眼出现了白内障 那个手术过后我应该会做一个影片 记录一下为什么我会得白内障 然后一些看医生的过程 然后就是在3月的时候我就开始了摄影这件事情 而在两个月里面我就经营我的小红书达到了100粉丝量 当然我知道100这个数字不是很多罢了啦 其实 但是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当然之后的路还有很常要走啦 而护免约牌这个计划我也是会继续进行的 就是在我这个眼睛的手术过后继续进行 如果你们有兴趣知道我的这个护免约牌计划是什么的话 你可以follow我的小红书或者follow我的instagram 关于我的摄影我也是开了一个新的instagram户口 简单来说其实护免约牌就是 模特和摄影师双方都没有收费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合作 就是模特免费给摄影师拍摄影师免费拍模特 然后摄影师也免费把这个后期的这个成片发给模特的 后期的话就是这个模特当发去一些社交媒体的时候 就是需要credit这个摄影师的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但是我希望把这个计划做得更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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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把这个计划变得越来越完整吧 因为虽然是护免的情况下也就是不收费 但是我也希望我身为摄影师这个职责给到这个模特的这个印象是好的 应该就是大概是这样吧 大概现在我想到值得一提的事也就是这些了 现在我的semester break就是会在明天也就是6月2号开始到7月3号 7月3号应该是开学 希望我可以很快又再见到屏幕前的你 真的是非常的轻松了现在 刚刚我录完了那个影片 我忘记了结尾 我真的是太久没有拍影片了 好了 这次的影片也差不多结束了 如果想要继续关注我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这个YouTube频道 或者follow我的Instagram的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影片 那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OK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